又到我們Toys TV 玩具堂 Brian Lowe 的深水評測時間 一比十八個Joytoy 和大家分享其他的組合 這次是五連裝的 就是這套的德軍 你看到四隻,其實不是的,有五隻 這套德軍很明顯是一個山地獅 我先聽聽吧,山地獅的分別就是 Gator 和Boot 這套不急,最後我們可以配合 因為有很多東西可以配合 配合合合合的頭盔,配合合合的 Camelot 配合合合合的裝備和帽子 就是很個人的 只要和大家說過,那些關節非常好 其實造型是一雙鞋子的造型 其實很準成 可能真的放在3D所持 以往都說,雕刻用泥雕 只是縮水的尺寸也會令大家很苦惱 令生產生很苦惱 好了,當你解決了尺寸的問題 它仍然會有縮水的比例 這是一個問題 3D現在你可以量度到最適合才出 計算上縮水才去開模 都還可以 所以最低限度,縮水的問題 控制不了,或是預計得不太好 如果現在,起碼你也穿了一個標準的尺寸 起碼你整批產品不會高位肥瘦變型 起碼每個都差不多 就算縮水也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狀態 我覺得很好 說過了,當年有一世紀 是做過這件事 好像威龍也有做過 但當時來講,因為水準去不到某個級別 真的未能接受到某個級別 結果系列就不太好賣 但如果現在的狀態 以及現在的價錢 當時抵消了通脹 我就覺得 其實我就接受有餘了 因為80多元,我玩了德軍 我還可以拆拆配件 配不同的槍 有些可以拆得出來 可以配搭配件 其實是非常好 顏色方面講過,它做得很準 現在的資訊這麼快達 顏色應該不會錯 除非生產上有很大的問題 講了3D的問題 解決了之後 整件事就好很多 縮水問題少了 以往真的是 一批同一個比例的產品 可能大小會有參差 因為不同的黑師也有參差 所以現在就算不一樣 用3D的圖 你也可以把大小 統一了 或者處理了 這個頭和上次的 是完全不同的 頭髮是有流海的 就是掉下來 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看 這個 每個頭都不同 所以其實都要加分 當然這裡的頸 也有1-6正常的波狀 而且是很緊的 不會沖泡泡泡泡 不會動它 它會不會放到 至於下頸的下關節 我便要研究一下 似乎不行 但我覺得已經很足夠 其實有些 現代系列 它是下頸都可以動的 因為我拔出來 所以我就知道 那這個是不是 這個不是的 很清晰 在頸很美的線條 可以連接在衣服 但我覺得這個關節已經很夠用 之前說過關節,開幕的細節,看回第一集 大家再留意我講了什麼 那集差不多20分鐘那麼長 講多一些背景和生產上的技術領域 怎樣突破了,我跟大家分享了 上色方面其實很合格 這裡就沒有再做高光陰迷彩,因為已經很貴 起碼再做粥,打黑色 我覺得已經算是這樣的,因為比例小 如果要做到這麼精細,小比例如果要做到太精細 就不是找自己的笨 就變成另一個東西,就變成collectable 或者是很貴重的產品,就不是大陸的東西 如果你PVC想大陸一點,1比18便宜一點 其實這個已經夠了,我自己覺得 或者加布景其實真的不需要 當然你敢上天花可以的特別版 但如果要計算價錢和可換度 其實PVC全膠營都可以的 最重要是配合色,不要退色和變色 所以這個一國五連裝非常棒 所以有型有型的要懺悔 所以我不肯定這個套路會有背景 但段古是有這支的,迫擊炮的,無差的 先拿走這個,這支就是上一輯的Bazooka炮彈 有這支,不要小看,全能動的 差不多1比6的格局 所以這支,還要不是蜜籠的 即是遮蓋的通洞出帽 又會輕輕貴一點 但你的蜜心,蜜籠也不好 即是肉酸 這個呢,我認為它是用... 不,應該都是PVC,也很硬的PVC 又不像APS 因為始終上色和PVC有APS量的 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會影響它出來的顏色差異 這支支拉筆跟,對不對 我不知道 因為我撈亂了配件 這個金髮仔,是不同的 上次有個金髮仔 給大家看一下 樣子有點像兩兄弟 但是不同的 一個是抹大口,一個是臉部 受傷我連膠布 所以這裏真的要加訓 即是竟然我開了三盒 三盒,兩套三連裝 一套單裝,一套五連裝 竟然這套好像沒有重複 起碼那套沒有重複 起碼那套沒有重複 這個它說是山地絲 有一個國防軍那套我還未開的 我們是第二個 第三個 拿一支MP-40經典 但MP-44拋從MP-40拋 所以我都不知道是MP-40 但無論如何 這個邪惡的德軍造型 會不會有點凹 是非常之有人的 連這個 我們叫做防毒面具筒 後期又不是裝防毒面具 也有了 武器的比例是不錯的 是不是百分百對 現在我不敢跟你說 但你戴上去沒有什麼維和感 你覺得是不錯的 我已經說過一個傳說 以前的1比6 很多槍是特意做大一點的 是漂亮一點的 你做小組是很奇怪的 或者做一樣是很奇怪的 是做大一點的 所以這個是不是應該做大一點 我不知道 但看得出來是不錯的 當然你按照跟足比例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目測其實這支MP-40的比例是做大一點的 但好看 小一點應該對 但小一點可能你會覺得是小的 所以其實人形的公仔是很嚇人做的 最近有些1比6.3元都引起了一些小風波 日後有機會冷癡和大家講一講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或者我理解 如何可以被變這些事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可以 不是避免可以減低 或者我們跟觀眾說多一些這些 其實減少了一個不起穴感 或者是那個誤解 很多時候 其實廠商可能做了很多事情 當然 講來講去都是 哎呀我給了一點錢 是 但問題就是 就是經常講大家去 種了一些叫做 可能是一些叫做 很厲害的產品 或者叫做很大量的產品 去比以我們現在收上這些 我們手上這些產品 其實我來講 全部都是手工藝品 對嗎 就是手工藝品 全部都是手工藝品 沒有一些可以去到一個很量產的程度 即是說 我們的誤差是低於0.0% 是不可能的 其實兩隻 你同一套的 這些迷彩 可能出來的差異都不少 所以如果用那種標準去看產品 我要一模一樣 其實是有一個難度的 我只能說是有難度 不是說不行 但給這個價錢 是否真的要這樣 以及是否真的要這樣才收貨呢 這個真是見仁見智了 不是大家要貨不對版 或者是不漂亮的東西 不過 有時候 顏色深一點 淺一點 關節鬆了少少 緊了少少 每個人要求不同 他這個連眼睛的位置 他竟然都滴了光油 看到他反光嗎 我的建議是不要滴好過了 因為現在你覺得眼睛反光的軟體 怪怪的 其實不能滴就更好 但是在廠家的用心 就是去到最好 但有時候都說 去到最好不一定是最好 欺負到好處才是最好 好 說完這個差不多了 第五隻 這隻MG34來的 圓形的 圓形的34來的 好帥 不錯啦 那這些你看回 那個Stand也可以動的 有個立喊的樣子 這個更帥 又是我覺得不敵 那些光油好過敵 怪怪的 這隻眼睛很不錯 所以下次不要滴吧 有時候 做玩具 或者這些精品玩具 其實 是手作仔來的 亦都不是每一次 100對100就是對的 又或者去到最漂亮就是最漂亮的 有時候 日後跟大家再分享 其實之前都說過很多 在玩具運年代已經說過了 好 這個很棒 我覺得很棒 沒有得輸 這個 好 那這五個都說完了 最後跟大家說 遺忘了一件事 上兩次都沒有說 這支MP40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膠帶 這些在廠裡會再肉 再黏 再黏 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可能會有膠水色 也會脫色 這支槍好的地方 我剛才拿了一支 是沒有那支 肩托 拿回後是肩托 我不知道是脫了還是為什麼 應該每支都有 可能我真的不幸地脫了 看看 是肩托也可以 是可以脫的 是可以脫的 沒理由不可以脫 一定是分件的 但它做到這個 這樣的動作 其實我真的覺得 已經無話可說 而且它的質量 你看這個有少少亂 因為真的太幼了 但你看看一整支槍 它真的不會被咬柴的槍 很容易看 所以我只覺得這支很開心 我只覺得很滿意 當然這支MP40 就脫掉了 嚇死人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牌子 開心 開心就是做得 我很喜歡這支 以這個價錢來說 新加幣很高 這個是五連裝的 好 這一集到這裏 盡量選擇 如果想看他們 開帽子 雕刻細節 上色給你 我的評價 可以看之前的兩集 喜歡的 訂閱 Toy TV 的Youtube Channel 按讚我們的Facebook 還有我本人的 Briano Connectable Maker 的Facebook 和Youtube Channel 都可以考慮一下 不過我先按讚我的Facebook 因為Youtube Channel 我自己還沒教 好 多謝你收看 拜拜 做 acceptance 你在這次期幹什麼 按 nosso職場 크 日子